作词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成 人或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几回平 赶罢了 孤亲多少事 英雄莫问 莫问出生 莫问出生 定天立地 郎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万人 巫外人 忽外人 婦人万福 玉儿倩儿 回头吃过了午饭 你们俩每人拿上十两银子 就可以回家了 怎么 要回家了 难道不高兴啊 夫人 你要连我们走吗 夫人 我们没有家 也没出去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俩不是豪生胡家的吗 那可是大户人家 怎么会说吴家可归呢 禀夫人 我们从小就被迈进吴家 家乡父母在何处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说吧 你们俩想怎么着 求夫人收留我们 除了这儿 我们哪儿也没有地方去 我俩有个心愿 想把这儿当家 夫人您就是我俩恩任 我俩一定一辈子孝敬您 好好伺候您 你们俩说的是实话 真真切切 说实话 那天傍晚 一看到你们俩那可怜样 我就喜欢上了 我就喜欢上了 你们俩呢 要是愿意留下 我高兴 什么时候想走 我也不拦着 谢夫人 我离里外外 一大堆的义子一职 还没认过干闺女呢 天儿 靠外干娘 行了行了 快起来吧 来 我就认识你们了 不过 有个事我得先说下 在帅府里做事 得守规矩 这第一条规矩 就是要心细 口紧 有眼神 不当说的不说 不当看的不看 更不许听信谣言 拨弄是非 记住了 心细口紧 有眼神 你们俩多大了 我十九了 十七 行啊 都够岁数了 我这儿啊 是常来将士 那些个义子一职 更是三天朗头 往这儿跑 你们俩要是 看上谁了 就告诉我 我替你们做主 不过啊 我担心 你们俩长得太漂亮了 那些个义子一职 一见着你们 怕是连路都走不动 真要到了那个份儿上 你们也告诉我 我叫人打他们军棍 夫人您真好 我待会儿 要办一件重要的事 你们俩收拾收拾 跟我一起去 遵命 大帅夫人 您怎么到这儿了 我来看看 那请 是 你们几个到其他营房看看 是 月儿 你跟着他们 是 盛太人跟我来吧 是 这个是我教的 你 小时候跟娘学 咱娘搅的创花呀 那是权限都有没有 什么飞禽走兽花鸟鱼虫 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 这个呀 还抵不过上一个小手指头呢 不大三粗的 还真不容易啊 妹妹要是喜欢 就拿去 夫人 屋子里没有发现可疑的 夫人 屋子里没有发现可疑的 夫人 屋子里什么都没有 半娘 怎么样 我这可是军机中最好的 夫人 下关带到几个民女 来 蛋挥 芦 Leave it もう这枝 雷 。 ・ 嶷 но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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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淋着 就过来吧 来啊 我知道 你们有的是被官兵抢来的 有的是被强行取来的 还有的是因为肚子饿 用自个儿的身子来换取军粮的 不管是哪一种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受委屈了 我们那些官兵他们做的不对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现在你们的亲人在外面等着你们 你们可以各回各家 愿意走的每人领上十两银子离开 愿意嫁给官兵的也可以留下来 领一本粮册 以后按月领取军粮 让他 jobs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好了 好 你那…. 来 fica 差 该是 estaba 我 他 刘老爷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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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爷警察要买的 刘老爷急想 刘老爷急想 犯不敢 上午来 你可是叫我老畜 这回怎么急想起来的 那都是晚辈不懂事理 晚辈给您道歉来了 兄弟们抬进去 这回怎么急想起来的 这都是从你这抢 借用的 现在还给您老人家 不不不不 都是冲下去 不值一提 军爷您要是喜欢 就接着用 你放心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 拿你的东西了 你瞧瞧缺了什么东西没有 要是缺了什么东西 言语一声 帅府马上赔给你们银子 这些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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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了好几个月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们怎么变了 帅府有令 从今起 五周八府的三十三县 所有世家名门 世身财主 与百姓同等 任何将士 不得有丝毫侵犯 为令者以君法论处 天哪 真是变了 伤天有眼 苍天有福啊 还有一件事 要麻烦老爷一回 您说 您说 大帅有请 所有世身到城台一回 多谢了 可我重命在身 连动难一下动难呀 您别怕 不会有事儿的 军爷 老夫胆小体弱 剑刀剑就寒心 老夫高扰 就不去了 那可不成 非去不可 你要是走不动 我们用轿子抬你去 请 走 走 回家 走 走 回家 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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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帅到 贾瑟营帐风头领到 快 来 快 来 来 快 来 快 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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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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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慢走 快走 军爷 军爷 快走 往上 军爷 军 走 别推了 我这不走呢嘛 快走 走 走 快走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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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 往上走 跟着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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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谁走 快走 快走 这位大爷 大爷 强出什么事了 怎么 你不知道 猪当帅在城楼上 整出经济 开刀问斩呢 斩谁啊 斩自己兄弟们 城楼做法场 斩闷天地间 这可是一场仙谷难逢的好戏 刘兰 快走 咱看看去 今儿 咱们全城的士绅 士嘉名流 全都请来了 请来干啥 关礼 关什么礼 关咱们一军整肃军尉的大礼 前些日子 百姓们受惊了 受委屈了 袁正在此代表数十万一军 给百姓们致歉 谢罪了 带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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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诺 众监职官 莫将在 扇清 罪令 箭信官 莫将在 将他们的出身履历 功劳罪行 功之与众 得令 标齐将军朱勇 凤阳人士 十五岁举翼参军 历经大小战斗八十余次 杀敌五十五人 历大功八次 身负重伤六处 受三品将军衔 入城后 鞠躬自傲 惩凶放纵 屡次欺害百姓 并于八月初三晚 纵久打死店家一人 朱勇败坏军阀 成兄害名 以律当展 标齐副将李长公 凤阳人士 十七岁举翼参军 历经大小战斗三十余次 杀敌十九人 立二级战功五次 身负重伤三处 受四品副将贤 入城之后 鞠躬自傲 贪婪谋财 屡次侵夺民财 逼占民女三人 致死一女自尽身亡 李长公强暴民女 成兄害名 以律当展 十八岁 举翼参军 经历大小战斗 十余次 入城以后 鞠躬自傲 相对平民两人 吴小牛鞠躬自傲 贪暴害民 以律当宅 罪犯审必 请大帅示下 大家们 都听到了 这五个人 都是自幼从军 都是战场上的英雄 都是咱怀西的子弟 都是咱朱元璋 身上的骨肉心肝 可是他们一进了城 立刻就神魂颠倒了 鞠躬自傲啊 祸害百姓啊 目无君记 任意放纵 结果 害了百姓 也害了自个儿 今儿 咱站在这儿 咱把他们给砍了 是砍了朱元璋 身上的一块肉 是砍了义军的毛病 不砍不行了 再不砍 义军的毛病会越来越大 义军的毛病会越来越大 整个义军都将被虎化开了 今儿 咱站在这儿 站在这个法场上 站在金陵城头 当着皇天后徒 日月乾坤 禀报一声 朱元璋的义军 是义字当头 是天下最仁义的义军 老百姓 是咱义军的天 谁要祸害百姓 谁都天理难容 谁就不配当义军 更不配当人 来呀 开场 快点 兄弟们 咱不能让自家兄弟 看咱们的头 兄弟 跟哥走 死咱们老子全是 爹小门 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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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散了 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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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宗盛 财主逼咱干的 是原庭害的 他们逼着咱 不得不出死你们 妈妈 婆心疼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们啊 谁 清晨刘伯温拜见大帅 刘先生 您可来了 您终于来了 我 我 我这副丑样子 全让您看见了 不 我没有看到什么丑样子 但我今天就看见了 看见了金陵城上的王者之气 朱元璋大元帅您 暗藏着一颗帝王之心 大帅 大帅也就不会这么做 即使是这么做了 也不会这么痛苦 您说不定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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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真是咱的知音啊 不过 在下有一句话 想警告大帅 好 先生请讲 如果大帅 想成为帝王 那么苦难才刚刚开始 大苦大难还在后边 刘伯温的话 真是一见穿心哪 如果想成为帝王 那么痛苦才刚刚开始 大苦大难还在后头呢 波文兄 多日不见 如隔三秋啊 想你呀 山长兄 上次相见乃波文愚昧 还请先生见谅 拜见刘先生 先生 这些都是我的生死兄弟 元璋有了他们 就可以纵横天下 列位将帅的大名 波文早已是如雷贯耳啊 今日相见 三尺开外 顿感英雄气 逼面而来啊 刘先生 真不愧是为近视 夸奖起人来 听得浑身舒坦吧 就是起民这么多年了 今天总算网落到一个 金榜提名的境市 刘先生 您可是在义军队伍里的 独一份 先生 今儿高兴 咱们呀 陪你到外面好好走走 看看这个虎聚龙寒的金陵城怎么样 好啊 好 先生 走 大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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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大帅请 刘先生 上回擅长亲自去清田府上也没把您请动 这回为何自个儿来了 大帅请 禀大帅 上一回我是身子没动 可我这心动了 是什么让你心动啊 是大帅那封满是错别字的品书啊 现丑了 真是现丑了 大帅 请 大帅 以前我对朝廷是一片于衷啊 但朝廷却忠而见弃 竟拿我的人头去招负方国珍 这件事让我彻底清楚了 这样的朝廷必亡非但必亡 而且末日不远 恰在这是大帅的信道 让我心里翻江倒海啊 我当时回绝大帅 是想给自己留条后头 我第二天就骑着毛驴上路啊 我想亲眼看看百姓和兵友们 看看这里的人气 听听街谈相依 甚至是一草一木 都能传递出兴亡的信息 大帅 博文以为一支队伍能否成大业 从许多细微末节处都能看出来 大帅 请不吝点脸 不吝点脸 也要不吝点脸 好 哪有点 这就是咱们为天下闲事们盖的 但希望天下闲事全都来 来得越多也好 不够咱再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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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不 他 你 他 我 他 他 我们 那 就 你 他 对 我 你 我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坐 哦 现成啊 咱一直想向你请教曲天下的攻略 希望先生教教咱 不敢 不敢 Not long enough 无论 农兄娃娃娃 discovers 跟大帅说话越直率越好 чQQ 高筑强 广基梁 缓成王 在下请问 这九字方略是何人所填 就是李善长 我们的李先生 高明 高明 李先生实在是了不起 这都是诸生的高剑 我只是借剑 正是这九字方略 决定了大帅所率的一军 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前进一步 则稳固一步 步步为营 越战越强 而原庭兵部对此事 既愤慨又恼目 却无计相识 大帅 如果说曲天下的方略 在下仍然以为 这是最佳方略 舍无其他 说得好 李先生这九个字 鞠躬至尾 这全是上尉之功 如无上尉 擅长这九个字啊 都为画兵而已啊 坐坐坐 先生 画兵者心中有饼 没有这九字方略 何来这宏伟气象呢 可是现在 好多部将 都劝尚未赶紧称王 因为一军属地 已纵横千里 百姓数百万 兵马三十多万 并见金陵 为首辅应天 尚未统帅 如此强大的力量 相行之下 大帅的尊号 已经不相符了 刘长兄所言 有道理 部将们希望大帅成王 那是有他们自己的公民心在作怪 因为大帅一旦进位为王 他们也就可以随之而进风啊 但在下一位 目前仍然不可以成王 因为袁庭 在招服之策失败之后 定会遍府围剿 再度积极北方大军 围攻江浙万一带的农民一军 谁在此时成王 谁就是袁庭的首帝 大帅 目前 应该仍以小明王为尊 避免成为 袁庭的主攻目标 伯文兄 听说你曾给袁庭上过一道咒责 痛施一军十恶 尚未和我 早就想听听 是哪十恶呀 得罪 得罪 大帅民间 那时候在下对袁庭抱有欲枪的愚重 憋着劲地围剿方国阵 现在想来 内疚得很 汗颜哪 汗颜 先生这样的高人上奏 恐怕不光是骂 就算是骂 咱也要听听 先生是怎样骂的 大帅民间 所谓一军十恶 其实都是农民弟兄们的十个致命弱点 先生快说 是哪十个致命弱点 第一 不禁孔孟 亵渎圣人之道 第二 败坏天理人伦 第三 攻法无度 形同流口 第四 时想时反 相互猜疑 第五 良想不能自足 临阵不知兵法 第六 掠人妻女财产 只知取之于民 而不知养于民 第七 违将者心胸狭隘 第八 违侍者缺乏训练 作战 形同群殴 胜时聚集 败时坐鸟受散 第十 此一军与比一军之间 相互猜疑 互相攻伐 冰大帅 在下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这些恶劣之处不出 一军终究是草口 绝不能成大事 在下最后的事 在下言语放肆 多有得罪 骂得真痛快 先生这十恶 把义军的毛病全都揭穿了 大帅 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真真切切 岭大帅 这十恶不但义军有 官军也有 甚至是更为严重 大帅 当时我在咒哲上写下这十条诗 一半是在骂义军 另一半则是借着骂义军 来骂大元朝廷 骂得好 骂得好啊 千古名骂 万载相传哪 先生 咱老您大驾 把这十恶给咱写下来 每个字 都要有权都这么大 咱要挂在大堂上 天天看夜夜响 直到 直到 改天换日的那一天 这十恶不但义军 就这儿真快 简直比帅府都舒服 闻人啊 就得灵着绸断 好吃好和养着 就像为画面鸟似的 你喂得好 他才能畅得好 还是当闻人好啊 不打仗 不流血 却吃香的喝辣的 再下一辈子不当将军了 别考那精神去 你 考精神 就你这样 两位兄弟 来了 拜见李先生 请 李先生啊 你都瞧出来了 那刘伯文一到 就成了上尉的 坐上并心头肉 风头啊 都要盖过你了 你当然可以保持 风度不知事 可咱们弟兄 不服啊 这地儿真漂亮 我天生就这风度 用不着保持 你们俩为何不服 唐帅 得要有点胸怀嘛 李先生 这不是个胸怀问题 那刘伯文 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这话从何说起啊 李先生 咱们都是怀惜出来的 那刘伯文却是浙江官里出身 杀过不少义军 如今被原厅抛弃 穷途末路 才投靠到咱们这边 咱们弟兄啊 信不过他 今非昔比 刘伯文已非当年 再说 你们这话 跟我说也没用 刘伯文 又不是我请来的 刘伯文 我劝你们不要去 刘伯文刚刚来 得给人家留点尊严 好吧 再一个啊 他今天献上的几条介意 也颇有价值 上面很是喜欢 同志 我了 然后你见了 不美 看见 她的 神职 小臣 我 鸿 你 你 那 你 你 再说 也不值了 对刘伯温这样的世子 我比你们了解 了解得深得多 他从小是书宅里长大的 处处讲究心性 喜欢什么 情景 寂静 亚静 多了 看吧 无需多久 他就会受不了这儿的环境 受不了这儿的人情事 他那时候 就算你们不说话 他也会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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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路上 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蹄下踏碎万家愁 天下烟雄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天下烟雄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夕阳下再挥手 一曲童有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